好 那原則上物件鎖點我沒講完 但是我們接下來提一個東西 剛剛我們有講 一個功能是這樣子 任意 這是任意 然後我可以大概找得到 有一個東西叫延伸的焦點 畫出來 所以我會畫一條線 然後我跟大家講 延伸點 去找到 找到 找到之後 畫出去 對吧 這個剛剛講過 所以我可以找到延伸的焦點 但是針對 垂直跟水平 你不用每一次都這樣子 垂直的 水平的 我知道這裡有一個點在這裡 這裡跟這裡是一個焦點 針對 垂直跟水平的線 假設我想找到這兩點 我不用每一次都要按 每一次都要這樣 延伸 延伸去找到 因為這很常使用 我們常常會希望在 某兩個垂直水平找到焦點之後 再繼續往下滑下去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 這裡有一個按鈕叫做 這裡 物件鎖點追蹤 物件鎖點追蹤 你可以把它打開來 它只有開根關而已 它也沒什麼設定值 打開之後 對你畫圖 現在是沒有任何影響 我在畫的時候都還是一樣 那它的名字叫做 物件鎖點追蹤 所以它一定要有物件鎖點 它一定要有物件鎖點 然後它配合什麼 它配合極坐標參考線 你的極坐標 像我現在設45度 配合極坐標參考 我先改回90度給各位看 配合極坐標 所以我有物件參考 拉出極坐標 極坐標是 無線長左邊右邊上面下面的虛線 物件鎖點 拉出極坐標參考線 然後你看 兩條參考線同時亮起來 也追到喔 也是追到這一點 但是我是不是沒有按Shift的右鍵 按延伸 我們再看一次 我用延伸的話 用延伸的話 延伸是一定會延伸 但是是不是只有單方面的線 它不是無線長的線 左右都有 延伸是沿著這條線 長出來的線 沿著這條線長出來的線 但是如果用極坐標參考 用這個 極坐標追蹤 就是物件鎖點追蹤 不太一樣 物件鎖點追蹤 是靠過去 就拉出來 左右都有 上下都有 兩條同時亮起來 一樣找到 那你就說 你講的老半天 不是都一樣嗎 看起來是不是都是一模一樣 差就差在 我剛剛特別講 垂直水平很好用 如果你不是垂直水平 不是垂直水平 今天這條是斜線 這條也是斜線 如果我畫線按延伸 剛剛已經做過很多次了 沒有問題 我們知道可以這樣找到 但是如果我今天直接畫線 我用的是這個 叫物件鎖點追蹤 靠過去 拉出去 只有90度 是不是沒有這條線的角度 因為我不知道這條線幾度 因為極坐標 它是不是物件鎖點配合極坐標 極坐標是不是只有90度而已 所以你會發現它沒有這個角度 這個也是有水平 有垂直 有垂直 但是是不是沒有這條線的角度 我現在是不是就找不到這個焦點 所以很簡單 怎麼區分 就是每當你需要垂直水平的時候 你就什麼都不要打 你就是靠過去就對了 就有了 每當你需要垂直水平 靠過去它自己就會有 這就叫極坐標追蹤 那如果你今天需要一條線 它是斜的 你希望它延伸出來找到那一點 那不好意思 你的意思 你就一定要按延伸 它才可以找得到 看一下 按延伸 它才可以找得到這一點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所以任何時候 假設我今天要找一點垂直水平的 你只要靠過去 拉出來 靠過去 拉出來 兩條線同時亮起來 就有了 就可以再繼續畫下去 這樣子 好 所以來各位試一下 這顆按鈕 只要打開它 它就是鎖點 加極坐標 去追90度 來試一下